謝謝主席 請教 曾主委 請曾主委 曾主委 你是長期不 買股票還是當主委 把股票都賣掉 我已經從做 合庫總經理之後 大概就沒有再買股票 那從什麼時候開始沒有再買股票 應該在 我看 97年之後就沒有了 2008年以後就沒有了 對 那你為什麼以前對股票有興趣 後來對股票沒有興趣 職務的關係 職務的關係 希望 我們的政務官 我們的總統 我們的行政院長跟家人 還有財經的立委 都要向你看齊 跟委員報告 包括我本身 包括我太太 包括我的全家都沒有在買股票 這在外國 是嚴重的 紀律問題 是 利益回避 本身擁有股票 買賣股票 那在討論股票 這是 在民主開放 自由競爭的 政治經濟體系裡面 是不當的 像美國國會 都有處分條款 美國國會 罵人 他們叫四字經 是開除國會會員的資格 其他的各種犯規 都嚴格的紀律 規定 台灣的股市 過去是靠 相對於其他國家 較嚴厲的管制 所以相對上 根據本席的觀察 我們的波動性 是比較 相對小的 對不對 是 沒有錯 然後我們的股價的反應 跟GDP 經濟成長的關係係數 相對是比較高的 對不對 是 那現在 可能這種日子 要 改變 因為我們要國際化 要解除管制 要自由化 要引進外資 來看 央行 今天提出的報告裡面 第一張圖 台股指示 跟上市公司 引以指示 的聯爭力 呈現了 趨勢上 轉折點 領先 落後的 密切關係 所以 你看 為什麼 這個 2013 2014 尤其7年 我們的股價 表現得不錯 表現得不錯 當然 金管會一定說 我們放寬的措施啊 很正確啊 當入蔥啊 先賣後賣啊 先賣後賣啊 最重要是商商規的基本面 現在還要這個 還要接著要開放這個 這個先賣後賣啊 開放先賣後賣 當入 通宵 蔥的時候 這個名嘴 股市名嘴通通叫好 就像阿兔賣 說啊 這穩慘的 好 鼓勵大家搶帽子 那現在呢 又要這個 開放先賣後賣 喔那搶起來更厲害了 好 做不本行李啊 好 先賣去啊 好 先賣去啊 跟委員報告這些 這些制度喔 國外都有啦 當然都有啦 但是相對我們過去為什麼 那麼保守 好 有 我們股市的背景關係嘛 散戶太多嘛 要保護散戶嘛 齁 七三原則啊 一沖上去一下來 七成 七成這個 受害啊 三成得利啊 齁 齁 我一直在強調說 我1993年221號 進入利圓圓圓 到現在 當時我認識的 在台南市我認識的 這個買股票的那個散戶啊 現在通通 陣亡退出啦 有些齁 急在渡日啊 參加到要死 沒拖地 沒殘航啊 齁 那所以我們是希望長期持有 長期持有 但是也不能說不重視短期啊 齁 齁 齁 所以你看 2013年4月 台灣股上市公司的這個營餘指示的成長率 就碰頂了 接著下來到現在 齁 齁 從這個圖顯示藍色 藍色這條 這條線 一直往下 齁 齁 所以2014 下半年開始到現在 甚至 是未來的半年 如果這個營餘 這個上市公司 營餘的主事的這個成長率沒有恢復的話 那你就是靠短期的刺激嘛 齁 開放啊 什麼當路衝啊 上衝下襲啊 衝來衝去啊 齁製造量啊 你剛才說要注意的是價不是量 但是剛好相反啊 量啊 齁 那財政部呢 很暗爽啊 證交稅可以增加啊 對不對 齁 那如果真的股市那麼好 為什麼萬點衝不上去 那時候就是啊 因為萬點是這個 這個 這個 什麼 死亡什麼線 齁 然後現在 萬點那個解除了吧 那條線解除了吧 跟委員報告 要不要上萬點啊 基本上 要回到市場的交易機制 對啊 那解除了還是沒有作用啊 還是快接近萬點的時候又卸了 齁 齁 我一直是這個 經濟 各個城市的一個 齁 最長期 的觀察者 齁 我本身跟你一樣 從來沒有碰過股票 齁 齁 因為齁 當財經立委 碰股票 賺的話 心裡也不好意思啊 齁 那輸的話更沒有面子啦 齁 齁 連公債我都沒買 齁 央行的利率 齁 稍微 聞一下風聲 聞一下味道 嘿嘿 利率更好意測 那公債市場你去碰 那更有罪惡感 台灣就是這樣 所以你資本大眾化 台灣的這個資本市場要健全化 要國際化 而且既有國際競爭 利 齁 基本面的培養 涉及到背後 配套的制度的 不斷更新跟健全 鼓勵兩幣七組類幣 你現在這個鼓勵 新貴上貴上市 你有沒有去統計 新貴上貴 然後在上市 前面那一段 葬以後 接著正式上貴 正式上市以後跌下來的 那個有沒有去統計 那就是炒作 那就是坑人 有沒有去統計 公佈出來啊 善良的經營者 跟惡意的經營者 在這邊看得清楚楚 誰在炒作 齁 那個 上市我實行過 我就不再浪費時間了 盡管要做這次研究 跟委員報告 有關 炒作的部分 盡管會 好啦這個時間有限 來看第二張圖 嘿 外資持股的比重 越來越高 因為我們的本益比 相對於其他 亞洲四小龍啊 包括日本啊 是比較低的 所以潛在的 報酬率 是看好的 看高的 所以外資持股的 這個佔比 最高 這個合理啊 齁 但是你外資跟 這個內資 競爭性 市場參與的競爭性 公平嗎 這要考量啊 你們有做研究 像國人做報告啊 不然假外資就越來越多啊 現在我們這個 央行一直在警告 我們外匯存體裡面 從74% 現在又升 忽然間不到三個月 齁 一個放假回來 已經升到76% 我們外匯存體 70% 是外人所擁有啦 好 是問誰擁有啊 那跟這個外資 竟然有關係啊 還有 入資進來啦 入資進來 現在入資都 在我們股市多少 60幾億吧 還多少 金額非常 很少 2.4億 對啊剛開始而已 台幣60幾億啊 齁 比我們那個 勞保勞退基金啊 6000多億啊 齁 公 這個 公務人員退 退府基金啊 1000多億啊 那很小啊 但是他可能是未來的 少 關鍵少數 因為其他都成長慢 他竟然成長快 他配合外資 所以你應該去統計說 國人到中國去投資股市的 這個 金額規模動態如何 那他來的怎麼樣 齁 列入 這個兩岸的相關的這個經濟議題的 這個談判啊 齁 好像說 你跟李克強怎麼講的 轉到那個地步 不是威脅啊 也不是利用啊 而是說我吃定你 看你不起啊 怎麼可以這樣呢 齁 用政治這條件 你符合了我的要求 嘿我就保障你經濟扣 齁 我們被他害慘啊 我們台商都沒有跑那麼多去 他怎麼發展 那台灣為什麼投資 會這麼差 所以你 這個主題我再講一個齁 你提到那個 那個事業底要上路的 齁 股權式的群眾 募資平台 是 對不對 然後你看人家跟你問答的時候 都看不好啊 齁 都看不好啊 那麼簡單 齁 以今兒來講 現在那種 我碰到很多年輕人齁 經過了大概十年的努力 已經在國際上有一點競爭力的 開始 要募資 最大的困難 就是沒有資本 靠親戚朋友 有限 要公開呢 那找這個華銀啊 什麼金控啊 他們操作國華會的 這個基金啊 他說要看以後你的市 市場參與的情形 消費者 對你開發的產品的反應情形 再說 怎麼可以這樣啊 人家已經看好了 齁 相對於基金 我本身的財產都敢投 年輕人的財產 都敢投下去了 那你政府 反而要看他以後的表現 那如果他自己 以後站起來了 還要你嗎 所以我們的政府在幹什麼 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部分今晚要做了很多 比如說我們金融庭創業 但是你這個齁 我沒有時間啦 因為時間到真的不知道要怎麼 是 齁 這好討論就是 金額那麼小 齁 那群眾那麼多 我要募集三千萬 我要面對一千個人 我走到你的平台來 我跟他還個戲啊 跟委員報告其實我們還有那個 創櫃板啊 也都很好用 謝謝 太多問題啦 所以有太多問題 也顯示我對台灣經濟的信心 這個問題如果好去解決 我們的經濟 就繼續好了 是 齁 不能說我們看到問題 看到問題就是 希望在那裡等人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我指教